台长讲故事 人生大道理 佛法无边际 不提在心间 大家知道 我们在澳大利亚 整天都有一些新闻 在我出来之前 5月30号的时候 看到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是一名华裔的女子 她只有21岁 她跟婆婆两个人 经常的争斗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最后有一次 她被婆婆怒不可恶的 用锤子 反复的打了她的头部 三十三下 手段极其残忍 在墨尔本的浴室里 到处都是血迹 后来法官问她 你为什么会这么残忍地杀害你的习部 她说了一句令法官都莫名其妙的话 她说这个习部从来不尊重我 没有规矩 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 难道你这个婆婆把别人打了三十三锤 自人已死亡 这就是良好的教育吗 所以现在的人变态 所以现在的人心胸狭窄 现在的心永不得别人啊 台长经常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一起 听众朋友们 我经常问他 你为什么这么恨你的先生呢 他居然有一个人告诉我说 因为他喜欢儿子 我说你喜欢儿子 你也可以喜欢你的先生吗 他告诉我说 儿子是自己养的 先生不是我养的 鼓掌 说明人的心态已经变异了 说明现在的人思维都不正常 冰冻三尺 悲一日之寒 长期的称恨 会造成你心里的执迷不悟 到了最后 你会偏执 堕落 魔道 你们知道 在心中的魔是什么吗 那就是贪 撑 吃啊 那是三毒啊 烦恼 不能去除 就犹如一个人 陷入泥潭当中 会越陷越深啊 所以现在的人 赶紧要懂得 爱护众生啊 一个人心中 不能从有众生 他是一个自私的人 有人问我 什么叫圣人 什么叫小人 天天肯吃亏的人 那就是圣人 每天想着占别人便宜的人 那就是小人 自卑容颜恋 花生微笑 那么大悲观世音不测 我是你最疼爱的孩子 让我像你一样吧 坚强守护每一颗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